国道继承收费一拼在月底上路 而在新旧制度衔接之际 交通部计划要给用路人 一段免收通行费的体验期 时间大约是在一天到一周 那驾驶如果是走中山高 从基隆端到高雄端来回一趟 可以省超过700元 国道进入全面电子继承收费 而标志的拆除更换也需要时间 那交通部就因此将提供 一段免收费的缓冲期 一方面让国道继承收费的细节 做最后收尾 另一方面也让右路人 有一段适应期 而虽然还没有拍板定案 但体验期最多最多 不会超过一星期